嗨,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更新了的FIT一世第一次的项目 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FIT一世的主持,我叫Joyce 也是Empower一个推广新心灵健康的非牟尼组织的创办人之一 同时也是Wsquare创库平台的创办人之一 我本身也是一个运动教练,也是一个健康管理教练 我今天邀请到身边Polly去和大家做一个分享 不如让Polly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Polly,我本身是一个营养顾问 大家以前在VTOLT也见过我 我也是一个行山业爱者,旅行业爱者和历史业爱者 我和Joyce的关系是什么呢? 我也是Empower和Wsquare创业平台的酷伙伴侣 大家刚才听Polly轻描淡写,所以要行山 其实她自己也有行山队 因为每个星期日都去行山 对呀 她烈爱历史的程度是什么呢? 以我所知Polly本身的专业就是会计师 然后烈爱到是去了读一个历史的碩士 所以我都很佩服Polly 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什么呢? 今天不怕路远 大家不知道懂不懂这首歌 Joyce不过没有打算唱出来 然后我想说来为我一生打算 这个是张学友的《壮志骄阳》 很有例子的过程 很例子 我当时在想 其实FIT一世我们转型式 说些什么好 我突然浮了这一句 浮了这一句就在想 也好啊 因为现在有很多朋友很喜欢去旅行 其实我们说 今天也不怕路远 有很多意思 是的 我们为健康也不怕漫漫长老 现在已经百多岁了 对不对?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远 但如何活得健康? 那我们今天的题目呢 FIT一世就说什么呢? 行山 是的 因为大家都会去旅行 但是有些朋友都很喜欢 一路去旅行 一路去跟大自然亲人 也都会喜欢行山 Polly也是其中一个表表者 以我所知 Polly去旅行的经验无数 是的 也都很喜欢去行山 不如等一下 Polly我又想问一下 你去过不同的地方行 就是我不说香港 你最有印象的是哪一个山头? 嗯 其实Joyce 我不是去过很多地方 我去过很多地方想去 你不是去过很多地方 不过都让我去过很多地方 是的 如果你是说行山 我会说我最近 2017年我去华山 当时我们的行山队 自己的祖传就去了走华山 那时候我就毫无原念 我就说我一定要在底里走上去 底里走上去? 是 很臭的 是 我们就走西风 华山有五个风 我们走西风 大概高度有两千米左右 我们分了两批人 一批就是坐索道上去 一批就是由下面走上去 是的 那我走上去 我为什么要走上去呢 我为什么要走上去呢 因为我想自身在一个山峰 一个跳壁山峰之中 那种感觉 你真的觉得 好像以前那些 那种大盒 那时候我对华山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 就是金融 华山论剑 华山论剑 华山第一剑 是的 是的 你有那种武林人士的感觉 所以这种感觉是必须由底里走上去才有 是吗 是的 大家没有走过华山 就是 我当年是搭车上去 那就是 坐索道上去 因为我很晚才去 哦 因为我早几年就是坐 那些什么 不是那些什么 那些什么 高铁 那比较晚才去到 所以就 不是说特别去走 只是想体验一下 都好啊 都体验到也好 我觉得很值得去 因为刚才铺链馆 就是大家有去过 都知道真是峭壁 对啊 对啊 真的比较好 还有上那些路 其实是很窄的 所以也不是说很平坦 所以其实也不是说一件很轻易的事情 那在这个历程之中 我当然是很大的满足感 因为我真的可以走上去 亦都是做到这个武林人士 不过呢 我有很深的体会 就是在这个历程那里 我体会是什么呢 就是体力和天气的变化 嗯 因为我们走上去的时候 那我自己那时候 胆脆脆 我说走就走 都没有怎么预备 跟我们一起的时候 有一个比较有年长的伯母 她也很有毅力 跟我们一起走上去 所以我也是要给她个赞 不过走到这么长的时候 她也有些体力不计 那当时我真的很害怕 为什么害怕呢 因为呢 我们已经走了差不多整天了 太阳差不多收太阳了 收太阳呢 哇 那个气温是下了很多 但是我们没有怎么预备 一个预寒衣物 所以我就心想 如果走到我们的酒店那里 我真的怕会是烂 所以有时也有些紧张的 应该是你们那一部没有街灯的 是啊 没有的 暗的 所以是 心情当时 又累了 又很紧张 又急又累 但是又没有可能是 背着她上去 不过幸好 这个队友 他也是真的 很有毅力 他真的自己走得到上去 那里的人都很激 是的 我虽然在脱缩 也有去逛逛 逛逛 我真的看到 我真的看到 那些清洁工 他们真的很厉害 是的 他们真的沿路 都不停地收拾 是的 是的 而且他们有些小贩团 是的 我真的觉得 哇 怎样背上去 是的 所以我们去到酒店的时候 是没有水的 是完全没有水的 但是我们也不会怪 为什么呢 因为你没有可能 他们担那么多水 给我们去用的 所以呢 我们去到那个环境 是要接受了那个环境 是的 是的 有时觉得 那些人经常说 走完之后 因为他已经透切得太重要 他可能真的要睡几天 休息几天 才可以恢复回 恢复回 幸好刚才你说的那个太太 她没有扭到 因为如果你突然之间 这样加重运动量 真的会随时 真的会咬柴 或者是肌肉的损伤 你真的背不了她下山 是的 没有人是服务队 是的 那时也很慶幸 是的 那Joyce你呢 你也喜欢去地方 去旅行 那你去到什么漂亮的山 最有感受 最记得的就是 杜成雅丁 哇 有高原反应的 因为她很高的 高的 不知道有哪些朋友去过 她也去过 杜成雅丁我没有去过 但是西藏我也去过 值得去 不过杜成雅丁再高一点 西藏看你去哪里 拉了三千四 三千六 杜成雅丁 我如果去 杜成雅丁 为什么会觉得很漂亮呢 就是因为我曾经见过 本路由书 她就说 被形容是最厚的香格里拉 非常漂亮的地方 有三座雪山 三座雪山 混入了一个很大的牧场 嗯嗯嗯 我自己呢 如果你问我 我很喜欢藏区 即西藏那些 那些山峰 是的 我都很喜欢的 华山就是一些峭壁 是的 我觉得西藏那些山是 那些什么 粗糙 那些叫什么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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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粗糠 很原始的那种味道 还有一些雪 在里面 所以感觉很棒 三座雪山 包住 杜成雅丁在四川 所以你可以在四川再过去 也可以 建议大家真的在车路上 因为那个高山就可以慢慢适应 当我去到杜成雅丁的时候 那个高山反应已经持续了一两天 哇 我不是头痛 那次是颈痛 这个颈椎痛 我妈都不明白 那 我以为是坐车 8个小时每天 我坐了三天 我以为是坐车坐成这样 但是之后下山就知道 原来高山反应 因为下山就没事 哦 是啊 每个人的公园反应都不同 是的 但是 我之前有去过西藏 西藏就是头痛 那去回那个山 我觉得是 你一生都会明白的 因为真的很美 另外就是因为那个感觉 因为刚才说 已经高原反应 那我由原区 景区进去 我们一行四个女孩 有一个女孩已经上不了山了 因为高山反应太弱了 是的 另一个就是来自台湾的女士 很厉害 很厉害 他就真的由原区的入口 他就只是徒步 我们有两天在那里 很厉害 那我呢 真的徒步不了 因为已经重反应了 开始 那我已经是骑马人 骑到一个位置 每天上山 第一天我就看一个叫做珍珠海的地方 很漂亮 看那些照片 珍珠海很漂亮 是的 是 4100万人 好像 41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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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记错 4100万人 我已经高原反应 我不能移动了 是的 所以我是矮滑地滑上去 那呼吸 你可以想象一下 大家 当你跑得很快 去到最高速度 你会感觉到你的心臟如何 就是跳出来 是的 你想跳出来 我是矮滑的速度 你每一下就听到自己的心跳 嘭 嘭 嘭 哇 很重啊 你像一个锤子般打到去嘭 嘭 嘭 你害不害怕 那时候 害怕的 真的有点害怕 但是 那时候年轻 我从2009年去的 你想想多年前 年少无知 年少无知 当然我们 我没有什么氧气上山 那氧气留在车上 但是呢 那一刻 但是很想去看 你没理由在那个位置 你就站在那里 但是 真的很漂亮 真的走得很慢 然后呢 沿途的路人 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支持 因为你不知走多久 然后每逢见到人 我就问 还有多久 然后他就会跟你说 拐个转 知道就行了 哈哈哈哈 我说拐个弯好 拐了 拐了十多分钟都没拐到 最后 有个比较好的 他就说五分钟就到了 所以那个真的让你可以坚持到最后 但是还有一个小插曲 那小插曲是 你记不记得中学 那一首词 忘记了叫什么 总之就是 扭暗花明 有一村 这一村 突然之间 动一生你的风景 Garcia 过去 很快 你幻想一下 你有一个虫林 很长雨 那里有很多树 遮着你 然后你走 你见不到那座雪山 见不到那座雪山 可能我们背着了 谁知道你一走到某个位置 突然间 你一个转弯 真的是一个转弯 一个转角 你就看到一座雪山在你面前 很震撼 很震撼 我相信當時我去的湖是4100 那座雪山我沒有記錯好像6100 你就是突然之間 珠峰也是8000 8000多 已經6000了 很厲害 你突然之間有兩千米的雪山在你正前方 去珠峰我也有去過 但珠峰你左右總有些東西遮住 而且我已經五千多了 你的差別好像感覺沒那麼大 這個就是你面前突然之間 整個白色的東西在你面前 嘩!很震撼很偉大 你覺得自然偉大 真的有大自然的威力 當然第二天再去高一點 第二天去一個叫牛奶海 牛奶海騎馬日 那你就真的過了那個不知叫什麼牧場 你在牧場就會看到三個雪山混在你 嘩! 我真的沒有本事走上去 有很多人是徒步走的 我通常都是遠觀雪山 我沒想過可以有雪山圍著自己 雪山包圍著你 你真的很享受 感覺很舒服 你可以在馬上 你看著馬的倒影 如果馬虎再唱生歌 你就真的會很開心 很開心 不過話說真的沒有體能 因為高山反應已經開始重 因為再高一點 四千六 所以去到那裡 是完全你 有個位置 馬是過不了的 以免你連馬 帶入滾了下山 所以要下馬 我簡直是看到人差了一個點 兩個馬虎 是覺得你走得太慢 你妨礙她做生意 不如走多兩轉 夾你進去 一左右夾著夾子 我看一次被人這樣夾 幸好你小顆 對 然後我心裡幸好小顆 然後他們兩個又小顆 那我就夾了 我想說 及後就發現 我是背著單反的那時候 所以身上有兩公斤的 我就是一個苦草 你就會發現 原來是單反令到體能 那個下降速度很快 為什麼我會發現 因為我上山的時候 其實馬虎 他拉了我的媽媽 那馬虎 他連氣都不喘 但是我下山覺得我有點辛苦 他就幫我揹著相機 他就說 不如我幫你揹吧 你沒那麼辛苦 我說好 那你揹吧 誰知道他下山 下山應該容易一點 因為不是很斜的 但是他竟然在中間已經喘氣 那我就說 那時候就開始好一點 我就說 那你還給我相機 不過馬仔會比較辛苦 不過好過去揹 對 然後他就好快去揹 嘩 只是一部相機 所以你體會到 那兩公斤就是那兩公斤 嘩 上面有一條稻草 所以 也是 令到大家都知道 原來的重量 所以你不能太負重上去 嗯 這個其實是一個提示 就是你盡量 人要輕便 是的 那我落到底 其實就 馬仔下去 我朋友拍照 有沒有拍照 我都不記得 嘩 你的嘴唇很紫 對 很缺氧 缺氧 其實我應該坐10分鐘 我才可以再動 嗯 但是我覺得 我去到牛奶海 其實上面好像還有個五色海 哇 我已經上不到 那裡 上不到 我跟朋友說 我說上不到 你自己上 不過他又很好去陪我 不知道他今天沒有收聽 但是那個情景你會滴在我 是啊 自然很偉大 很多很美的景色 是啊 就是這種是 你會覺得大自然 真的很震撼 那時候我其實我也去過西藏 我是很喜歡西藏 因為我真的覺得 它跟大自然是很融合 西藏呢 藏文呢 也都很敬重這個大自然 很尊重這個大自然 所以我是很喜歡它那裡 不過我也是 也都是有一個弱點 就是我很快就有公園反應 我三千多已經開始游了 四千多呢 嘴唇免止了 那有一處呢 就是要上去這個昆凌山的火山口 那裡有超過五千 我是想上去的 走了一段小路而已 我自己心痛了 這樣立刻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心直接拿著 是啊 直接立刻要回回去 要啊 所以這個就是 大家不要想著 不要理會 衝過去吧 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 不可以拯強 這是生與死的問題 沒錯 沒錯 即是公園反應這些 大家真的要小心 是啊 當然我們都很建議大家 真的做多些預備 我相信 Polly那時候行山 就沒有特別預備的那次 是啊 那時候吃的 是啊 我那時候也不吃 哭了哭了哭 那時候都是不會去高原的地方 或者下山 都沒有想太多 那些叫什麼 斥著自己後生 是啊 不過現在就 真的想回頭 可以做多一點點完美 那就可以享受的環節 做多了 沒錯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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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去旅行 都是想享受和放鬆 看多點東西的嘛 是啊 那你會給大家什麼提示呢 如果你去旅行去行山的話 我覺得就是 事前呢 一定要做這個體能的訓練 嗯 體能啦 加這個營養啦 那我覺得是 慢跑都可以 或者原地跑都可以 不過呢 如果這些運動的東西 我覺得呢 Joyce呢 是一個運動教練呢 她會可以給我們更加提示 給我們呢 就是怎樣是訓練之餘呢 我們就是安全的 我覺得最重要就是 心肺功能啦 你的伴養啦 以及整個耐力上面的提升 就是這些 不能偷雞 真的要練的 是啊 沒有得難的 就是我覺得這個體能之餘 是一個基本來的 也是一個基礎來的 是啊 因為最重要是什麼呢 我們要做什麼 神對友 不要做豬隊友 哈哈哈 這個很重要 是啊 是啊 就是我們要 每個人都要顧好自己 那就不會拖累別人了 是啊 因為我們旅行總會有其他拍放的 其他一起去玩的人 是啊 如果其他人走到 我自己走不到的時候 就是說 他照顧你好 是啊 對 對 這兩樣東西 其實我們都不需要他們那麼難 對 所以也是 照顧到自己 照顧好自己 如果還有能力 照顧到別人 就更好 嗯 好 我想我們今天的分享 就到這裡 下次再跟大家分享 什麼的題目 今天說到行山 當然要宣傳這個活動 接下來 先預祝大家 新年進步 大家接下來都是什麼 龍馬精神 我們初生會去行大運 來一個步步高升 步向山頂的西高山 將會在年初三 2月12日的早上 9點半至2點半這個時間 一起去行山 再加上吃午餐 通常都會喝茶 如果大家有興趣去一起行山 開一個好年的時候 歡迎大家聯絡我們 另外一個 當然今天說了很多我們說 要去旅行的時候 要去一些不同的戶外活動 是不是都要增加我們的體能 要真的為身體鍛鍊一下 讓我們可以享受更多不同的美景 我們這個健體真肌工作坊 逢星期五十一點至十二點半 當然中間很多的環節 都是為大家增加肌肉而去到設計 也同時間有心肺功能的鍛鍊 你會看到每個人來到 都有機會做不同的動作 因為都會按著大家的體能 而去配合一些適度的運動 去給大家 有興趣的朋友問回你的朋友 去到報名 記得不要就這樣磨研上來 一定要報名才好上來 還沒like我們Facebook YouTube的朋友 歡迎大家讚好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